岁波年中家家户户除旧不新贴春联 热岁香农会连续五年和县文化局合作 今天邀请书法家来到农会 免费写春联赠送 客制化为民众书写专属自己的春联 因此书写桌上排满了民众的小抄 现场一片新春喜气 签名等级好后将自己综艺的春联字句 写在小抄上交给书法老师辉豪 一致一句的完成 好准备贴春联迎新春 全部这四个都是你的 对对对 每年都会请 阿姨你好 每年都会来请老师谁 好好好 这样如意 热岁香农会结合县文化局 今年上午邀请两位书法老师 在农会本部的大楼前 为乡亲民众免费写赠春联 现场挤满了民众 书法桌上也排满 民众鼠意春联字句的小抄 书法老师不受外界人事物的干扰 气定神闲的挥豪写春联 不愧是铺楼级的大师 在义新农公司装车子到处跑啊 裁员 已经连续五年都和县文化局合作 在农历年节的前夕 办理免费写证春联服务的 热岁香农会 看到这一次乡亲民众热情参加 不仅提前感受到过年的气氛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献上新春祝福 我们热岁香农会与花莲县文化局 已经共同举办春联发送的这个活动 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了 那每年都非常的热络 那民众的反应也非常的好 那我们这次再次的邀请到 我们游风玉老师及詹秀菊老师 来热岁辉豪书写春联 那我们在这边也要 透过这样赠送春联的一个方式 祝福我们瑞穗香所有的乡亲 兔年行大运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那家家户户都能够把这个春联挂起来 然后过一个好年 由于乡亲民众相当热情 所提出各式各样的字句或图案 组合字等请求 书法老师也都通通写好写满 手从未停过 一整个活动下来 写了超过两百多幅的春联 写的乡亲民众是新欢喜 连带自己也沾染了春节的喜气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